比如说我们买入卖出 那这个其实你会发现 这些它的那个标签都会是一样 这个地方class名称这一个 跟这个这两个会是一样的 那如果你是集齐的话 它也是这个跟这个也会是一样 所以这两个这两个都会一样 那我们就find all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会帮我把这些 整个全部都找到 也就是说找到的话会是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这个范围变成它有两栏 这个范围里面有两栏 那可是如果将来输出的话 这边是一整栏 这就是说变成说我需要想一个规则 可以怎么样呢 把原来因为我输出的话是用辟别方式 它0 1 2 3 4 我输出这个东西的话 变成它这边是第0个 再来就第1个 再来就第2 第3 然后就是再来第4第5 OK 我还想说一个规则 有什么规则可以刚好符合辟别的这个顺序 所以我就想说 这个其实刚好 如果要输出这个的话 刚好是它的两倍 那这个的话呢 刚好是它的两倍再加一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规则 这样会是最简单 否则的话我要怎么样 刚刚好全部串在一起 全部输出不容易 所以最后想了一个方法 这个就是我自己想出来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呢 我就直接在这个地方 输出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把这边 第2指的是那个现金的 然后第3是集齐的 那第2的部分的话呢 它基本上就是n的两倍 有没有n哦 这个n值的就是我们输出第几个 会从第0个开始 到总数减1啦 所以L1N减1 那这个n2的话指的是几个 所以我就用刚刚的规则 n乘以2抓到刚好是哪一个呢 刚好是我的第1就是这一个 那第2个的话就n乘以2加1 以此类推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刚好可以抓到后面的 那我就用这个方式来做 所以这边或是n乘以2加1 那第3的话呢 其实规则也是一样 那把里面的那个test给显示出来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把它显示 那其中呢 因为第1个那个辟别部分 它会有一些不要的空白 所以我可以用strip 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把它输出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就一个输出 一个一个的输出 把这边的全部通通输出的结果 各位可以看到 就会是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是 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当然这个 不是所谓的标准答案 也许你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以用自己的 像有人可能用什么 用矩阵的方式 或者是用什么其他演算法 我是想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利用 利用这个是它刚好它的两倍 这个刚好是两倍加一 用这样的方式把我们结果全部都输出 输出完之后呢 我再来比对一下 看一下好像ok 也没什么问题 所以这边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有这样的解法 里面上应该都一样 ok 所以这个也没有作假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边的那个集齐的部分 那个汇率部分 那网页 其实这个汇率已经算是比较没有那么复杂的 当然还有更复杂 因为网页上面 所以你只要了解几个特性 第一个是那个标签 后面那个class 那后面class就是你要找的东西啦 理论上应该每一个标签 它都会有一些它的class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把它一遍的零刻 要全部找出来 然后 看一下它的规则 ok 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那我也有把那个最后完成的程式 放在那个我们的云端上面 给各位参考 后面find 然后底下这些 两倍的部分那个是我想出来 所以为什么要乘以二 所以稍微说明一下 因为这个 这个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如果有的话再告诉一下 更简略的啦 因为 程式尽量越写越简单 不要越写越复杂 当然方法有很多啦 你也可以用一些什么算法 后来想一想 好像还是这个比较简单 ok 那外汇资料就可以抓下来 当然可以抓下来 你可以存档 你可以寄给别人 你可以做很多其他用途 也可以存到资料库 那后续的应用啦 我想就看你之后 可以怎么样换接啦 那当然我们现在只讲 如何从网页 把你需要的资料给抓下来 相对于那个 刚刚的开放资料 你会发现啦 这个难度又会更高 那后面还有那个 雅虎的股市资料 另外还有是那个什么 那个 热透彩 不过热透彩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啦 威力彩 本来那个 他的网站 长得 是一个样子 后来我再上去一看 发现面目全非 因为全部改版了 那也就是说呢 书里面也有 这个 抓资料的方法 但后来发现 完全不能用 因为 不知道因为可能书卖太好了 然后被他们官网知道 不行啦 你这样被人家抓资料 感觉应该要做一点 这个防止人家 但总是 还是有方法抓啦 所以我就把 反正利用刚刚讲的方式 就把资料还是全部给抓下来的 抓的方法当然 也还是需要仰赖那个 Beautiful Soup Beautiful Soup 那这个Beautiful Soup 真的是非常好用的东西啦 那一样可以把它需要的 一些特性 分别把它抓出来